另外在台东池上乡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两年前也设立了食物互助平台 美和二手物资 出生在地的游先生 他从去年开始不定期提供协助 而今年端午节前夕 他还捐赠600颗的爱心粽子 给70户的老弱家庭 20号上午是由社工人员 一一送到长辈的手中 来分享过期的喜悦 跟着池上原家中心服务车的脚步 一路深入山区小巷 来到赌局奖辈家中 送上一袋爱心满满的端午肉粽 分享节庆的喜悦 吃粽子是端午节 少不了的传统习俗 但对于经济条件相对差 行动不便的原乡老弱 生长者而言 光是生活物资就得来不易 何况是应景美食 而池上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就在107年 设立了食物互助平台 协助美和二手用品给弱势家户 这样的美意透过网路传播 远在外地工作的池上子弟 有先生得知后 从去年起陆续提供援助 今年端午节前夕 更是特别捐了600颗爱心粽 给70户受服对象 20号上午举行捐赠仪式 我都不用嘛 我的脚痛 我脚有开刀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 所以回去家里 主要都是做种小孩子 他有能力 他想要回馈社会 更多的善心人士 能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善举 能够给我们很多 部落族人的一个辅助 而这批一多达600颗的爱心粽 食材都选用在地出产的毫米 而每一颗粽子都出自部落妈妈之手 这也让爱心粽不仅仅代表着游子对故乡的回馈 还有满满的爱与在地的好味道 谢谢莎莎慧 池上相报道